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人版納美 可見他身材真的是 非常的前途後翹喔 真的 我們趕快來有請虎哥 讓我們看看大夢的真面目吧 根本是集品 就讀世新大學資管系 是世新鄉民馬爾多公認的笑話 而且虎哥告訴你們 這大夢可不是綽號 是他的真名 可真的讓同學們看到 像是做了一場大美夢舞呀 不過大夢能在世新這一期戰區 奪下笑話頭銜 可不只是靠著立體的五官 他的必殺技有兩招 第一當然就是這沖天的仙氣 這像是武俠小說裡描寫的仙女氣息 讓無數網友都為之傾倒 甚至表示就算是劉亦菲都得認輸 要大夢一生 誰先命命呀 接著第二招更是無人能敵 各位觀眾 OP好身材 是不是超妖獸又超兇的啦 就是這模特兒般的好身材 讓網友也瘋他為真人版納美 笑話頭銜真的是當初無愧啦 而在他爆紅後 也成了許多節目邀請的對象 像是有網友被求笑話點點名分 的仙貌伏律 他還秀了一段高速心酸 你不要吵我不是那個上法 這個滿辛苦的 30秒 正確答案 就是他所寫的10801 只是有人吐槽表示 我怎麼算都跟你答得不一樣啊 不過網友們不會在意的啦 還有他也會上電視秀他的鋼琴彩衣 來 挖個屁啊 挖 來 憲哥 你標準太陽格啦 相信大家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齁 但是接著這個新聞 鄉民文 就不能當作沒看到啦 什麼 麻吉大哥竟然撕毀仙女下凡 還親密共喝一杯飲料加火 他的手機 吼 不要說麻吉啦 你不把網友把你倒成麻吉嗎 我不要衝動 胸膩先放下 麻吉大哥有壞要說呢 原來他強調自己超清白 只是偷不自己開發的交友APP 看到大夢 然後想要請他幫APP做廣告 順便介紹給他的麻吉認識的 胡歌也發現大夢 確實沉默開APP的下載畫面廣告 相名媽兒可以ije到一口氣囉 這是麻吉大哥 你以前好稱是專版嫩妹 教的女友不是年轻的妹 就是身在火辣的年轻的魔 身边也不罚女生围绕 也难怪这次 又迷回小女二十多岁的大梦 会让大家反应这么大啦 要跪了吧 今天本来每家族已爆满 下次换个呗 报道